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野天鹅 当我们的冬天到来的时候 燕子就向一个辽远的地方飞去 在这块辽远的地方住着一个国王 他有11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爱丽莎 这11个弟兄都是王子 他们上学校的时候 胸前佩戴着新型的徽章 身边挂着宝剑 他们用钻石笔在金板上写字 他们能够把书从头背到尾 从尾背到头 人们一听就知道他们是王子 他们的妹妹爱丽莎 坐在一个镜子座的小凳子上 她有一本画册 那需要半个王国的代价才能买得到 这些孩子是非常幸福的 然而他们并不是永远这样 他们的父亲是这整个国家的国王 他和一个恶毒的王后结了婚 他对这些可怜的孩子非常不好 他们在头一天就已经看得出来 整个宫殿在举行盛大的庆祝 孩子们都在做招待客人的游戏 可是他们却没有得到那些多余的点心和烤苹果吃 他只给他们一茶杯的沙子 并且对他们说 这就算是好吃的东西 一个星期以后 他把小妹妹爱丽莎送到一个乡下农人家里去寄住 过了不久 他在国王面前说了许多关于那些可怜的王子的坏话 弄得他再也不愿意理他们了 你们飞到野外去吧 你们自己去谋生吧 恶毒的王后说 你们像那些没有声音的巨鸟一样飞走吧 可是 他想做的坏事情并没有完全实现 他们变成了十一只美丽的野天鹅 他们发出一阵奇异的叫声 便从宫殿的窗子飞出去了 远远地飞过公园 飞向森林里去了 他们的妹妹还没有起来 正睡在农人的屋子里面 当他们在这经过的时候 天还没有亮多久 他们在屋顶上盘旋着 把长脖梗一下掉向这边 一下掉向那边 同时拍着翅膀 可是谁也没有听到或者看到他们 他们得继续向前飞 高高地飞进云层 远远地飞向茫茫的世界 他们一直飞进深向海岸的一个大黑森林里去 可怜的小爱丽莎待在农人的屋子里 玩着一片绿叶 因为她没有别的玩具 她在叶子上穿了一个小洞 通过这个小洞 她可以朝着太阳望 这时 她似乎看到了她许多哥哥的明亮的眼睛 每当太阳照在她脸上的时候 她就想起哥哥们给她的吻 日子一天接着一天的过去了 风儿吹过屋外玫瑰花组成的篱笆 她对这些玫瑰花低声说 还有谁比你们更美丽呢 可是 玫瑰花摇摇头 回答说 还有艾丽莎 星期天 当老农妇在门里坐着 正在读圣诗集的时候 风儿就吹起书页 对着书说 还有谁比你更好呢 圣诗集就说 还有艾丽莎 玫瑰花和圣诗集所说的话 都是纯粹的真理 当她到了15岁的时候 她倒回家去 王后一眼看到她是那样美丽 心中不仅恼怒起来 充满了憎恨 她倒很想把她变成一只野天鹅 像她的哥哥们一样 但是她还不敢马上这样做 因为国王想要看看自己的女儿 一天大清早 王后走到浴室里去 浴室是用白大理石器的 里面陈设着柔软的坐垫和最华丽的地毡 她拿起三只赖蛤蟆 把每只都吻了一下 于是对第一只说 当爱丽莎走进浴池的时候 你就坐在她的头上 好使她变得像你一样呆笨 她对第二只说 请你坐在她的前额上 好使她变得像你一样丑恶 叫她的父亲认不出来她 她对第三只低声说 请你躺在她的心上 好使她有一颗罪恶的心 叫她因此而感到痛苦 她于是把这几只赖蛤蟆放进清水里 它们马上就变成了绿色 她把爱丽莎喊进来 替她脱了衣服 叫她走进水里 当她一跳进水里去的时候 头一只癞蛤蟆就坐在她的头发上 第二只就坐在她的前额上 第三只就坐在她的胸口上 可是爱丽莎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这些事 当她一站起来的时候 水上漂浮了三朵鹰素花 如果这几只动物不是有毒的话 如果它们没有被这巫婆吻过的话 它们就会变成几朵红色的玫瑰 但是无论怎样 它们都得变成花 因为它们在她的心上和头上躺过 她是太善良太天真了 魔力没有办法在她身上发生笑力 当这恶毒的王后看到这情景时 就把爱丽莎全身都擦了核桃枝 使这女孩子变得棕黑 她又在这女孩子美丽的脸上涂上一层发臭的油膏 并且使她漂亮的头发乱糟糟的揪作一团 美丽的爱丽莎 现在谁也没有办法认出她来了 当她的父亲看到她的时候 不禁大吃一惊 说这不是她的女儿 除了看家狗和燕子以外 谁也不认识她了 但是它们都是可怜的动物 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可怜的爱丽莎哭起来了 她想起了远别的十一个哥哥 她悲哀地偷偷走出宫殿 在田野和沼泽地上走了一整天 一直走到一个大黑森林里去 她不知道自己要到什么地方去 只是觉得非常悲哀 她很想念她的哥哥们 他们一定也会像自己一样 被赶进这个茫茫的世界里来了 她的寻找他们 找到他们 她到这个森林不久 夜幕就落下来了 她迷失了方向 离开大路和小京很远 所以她就在柔软的青台上躺下来 她坐完了丸岛以后 就把头枕在一个树根上休息 周围非常寂静 空气是温和的 在花丛中 在青台里闪着无数萤火虫的亮光 像绿色的火星一样 当她把第一根树枝轻轻地用手摇动一下的时候 这些闪着亮光的小虫就向她身上飞来 像落下来的星星 她一整夜梦着她的几个哥哥 他们又是在一起玩耍的一群孩子了 他们用钻石笔在金板上写着字 读着那价值半个王国的美丽的画册 不过跟往事不一样 他们在金板上写的不是灵和线 不是的 而是他们做过的一些勇敢的事迹 他们亲身体验过和看过的事迹 于是那本画册里面的一切东西也都有了生命 鸟儿在唱 人从画册里走出来 跟爱丽莎和她的哥哥们谈着话 不过 当她一翻开树叶的时候 他们马上又跳进去了 为的是怕把图画的位置弄得混乱 当她醒来的时候 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 事实上她看不见它 因为高大的树尔一起展开浓密的枝叶 不过 太阳光在那上面摇晃着 像一朵金字做的花 这些青枝绿叶散发出一阵香气 鸟儿几乎要落到她的肩上 她听到了一阵潺潺的水声 这是几股很大的泉水奔向一个湖泊石发出来的 这湖有非常美丽的沙底 它的周围长着一圈浓密的灌木林 不过 有一处被一些雄鹿打开了一个很宽的缺口 爱丽莎就从这个缺口向湖水那走去 水是非常的清凉 假如风儿没有把这些树枝和灌木林吹得摇动起来的话 她就会以为它们是会在湖底上的东西 因为每片叶子 不管是被太阳照着的 还是深藏在阴处 全都很清楚地硬在湖上 当她一看到自己的面孔的时候 马上就感到非常惊恐 她是那么综合和丑陋 不过 当她把小手打湿了 把眼睛和前额揉了一会儿以后 她雪白的皮肤就又显露出来 于是 她脱下衣服 走到清凉的水里去 人们在这个世界上 再也找不到比她更美丽的公主了 当她重新穿好了衣服 扎好了长头发以后 就走到一股奔流的泉水那儿去 用手捧着水喝 随后 她继续向森林的深处前进 但是她不知道自己究竟会到什么地方去 她想念亲爱的哥哥们 她想着人质的上帝 她绝不会遗弃她的 上帝叫野苹果生长出来 使饥饿的人有得吃 她现在就指引她到这样的一株树旁去 她的枝丫全被果子压弯了 她就在这儿吃午饭 她在这些枝子下面安放了一些枝柱 然后就朝着森林最深处走去 四周是那么寂静 她可以听出自己的脚步声 听出在她脚下碎裂的每一片干枯的叶子 这儿一只鸟也看不见了 一丝阳光也透不进这些浓密的树枝 那些高大的树干排得那么紧密 当她向前一望的时候 就觉得好像看见一排木栅栏 秘密地围在她的四周 她一生都没有体验过这样的孤独 夜是漆黑的 青台里连一点萤火虫的亮光都没有 她躺下来睡觉的时候 心情非常沉重 不一会儿 她感觉好像头上的树枝封开了 我们的上帝正以温柔的眼光凝望着她 许多许多天使 在上帝的头上和臂下 偷偷向下窥视 当她早晨醒来的时候 她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呢 还是真正看见了这些东西 她向前走了几步 遇见一个老太婆提着一篮江国 老太婆给了她几个果子 爱丽莎问她有没有看到 十一个王子骑着马而走过这片森林 没有 老太婆说 不过昨天我看到 十一只带着金冠的天鹅 在附近的河里游过去了 她领着爱丽莎向前走了一段路 走上一个山坡 在这山坡的脚下有一条蜿蜒的小河 生长在两岸的树木 把长满绿叶的长树枝伸过去 彼此交叉起来 有些树天生没有办法把枝子伸向对岸 在这种情形下 他们就让树根从土里穿出来 以便伸到水面上 与他们的枝叶交织在一起 爱丽莎对老太婆说了一声再会 然后就沿着河向前走 一直走到这条河流入广阔的海口的那块地方 现在 在这年轻女孩子面前展开来的是一个美丽的大海 可是海上却见不到一片船帆 也见不到一只船身 她怎样再向前进呢 她望着海滩上那数不尽的小石子 海水已经把它们洗圆了 玻璃 铁皮 石块 所有流淌到这来的东西 都给海水磨出了新的面貌 它们显得比它稀嫩的手还要柔和 水在不倦地流动 因此坚硬的东西 也被它改变成为柔和的东西了 我也应该有这样不倦的精神 多谢您的教训 您 清亮地流动的水波 我的心告诉我 有一天 您会引导我见到我亲爱的哥哥 在浪涛上流淌来的海草上 有十一根白色的天鹅羽毛 它拾起它们 扎成一树 它们上面还有水滴 究竟这是露珠呢 还是眼泪 水也输不出 海滨是孤寂的 但是它一点也不觉得 因为海时时刻刻地在变换 它在几个钟头以内所起的变化 比那些美丽的湖泊在一年中所起的变化还要多 当一大块乌云飘过来的时候 那就好像还在说 我也可以显得很阴暗呢 随后风也吹起来了 浪也翻起了白花 不过 当云块发出了霞光 风而静下来的时候 海看起来就像一片玫瑰花的花瓣 它一会儿变绿 一会儿变白 但是不管它变得怎样安静 海滨一带还是有轻微的波动 海水正是在轻轻地向上升 像一个睡着了的婴儿的胸脯 当太阳快要落下来的时候 爱丽莎看见是一直带着金冠的野天鹅 向着陆地飞行 它们一直接着一直地掠过去 看起来像一条长长的白色带子 这时 爱丽莎走上山坡 藏到一个灌木林的后边去 天鹅们拍着它们白色的大翅膀 徐徐地在它附近落了下来 太阳一落到水面下去以后 这些天鹅的羽毛就马上脱落了 变成了十一位美貌的王子 爱丽莎的哥哥 它发出一声惊叫 虽然它们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 可是它知道 这些就是它的哥哥们 一定是它们 所以 它倒到它们的怀里 喊出它们的名字 当它们看到 同时认出自己的小妹妹的时候 它们感到非常快乐 它现在长得那么高大 那么美丽 它们一会儿笑 一会儿哭 它们立刻知道了彼此的遭遇 知道了后母对它们是多么的不好 最大的哥哥说 只要太阳还悬在天上 我们弟兄们就会变成野天鹅 不停地飞行 不过 当它一落下去的时候 我们就恢复了人的原形 因此我们得时刻注意 在太阳落下去的时候 要找到一个立脚的处所 如果这时还向云层里飞 我们一定会变成人 坠落到深海里去 我们并不住在这儿 在海的另一边 有一个跟着同样美丽的国度 不过 去那的路程是很遥远的 我们得飞过这片汪洋大海 而且 在我们的旅程中 没有任何海岛可以让我们在其中过夜 中途只有一块礁石冒出水面 它的面积只够我们几个人 紧紧地挤在上面一起休息 当海浪涌起来的时候 泡沫就向我们身上打来 不过 我们应该感谢上帝 给了我们这块礁石 在它上面 我们变成人来度过黑夜 要是没有它 我们永远也不能看见亲爱的祖国了 因为我们飞行过去 要花费一年中最长的两天 一年之中 我们只有一次可以拜访父亲的家 不过 只能在那停留11天 我们可以在大森林的上空盘旋 从那里望望宫殿 望望这块我们所出生 和父亲所居住的地方 望望教堂的塔楼 这塔楼里埋葬着我们的母亲 在这儿 灌木林和树木 就好像是我们的亲属 在这儿 野马像我们儿时常见的一样 在原野上奔跑 在这儿 烧炭人唱着古老的歌曲 我们儿时踏着他的吊子跳舞 这儿是我们的祖国 有一种力量把我们吸引到这儿来 在这儿 我们寻到了你 亲爱的小妹妹 我们还可以在这儿居留两天 以后就得横飞过海 到那个美丽的国度里去 然而 那可不是我们的祖国 能有什么办法把你带去呢 我们既没有大船 也没有小舟 我可以怎样救你们呢 妹妹问 他们差不多谈了一整夜的话 他们只小睡了一两个钟头 爱丽莎醒来了 因为她头上响起一阵天鹅的拍斥声 哥哥们又变了样子 他们绕着大圈子盘旋 最后就向远方飞去 不过他们当中有一只 最年轻的那一只掉队了 她把头藏在她的怀里 她抚摸着她的白色的翅膀 他们整天围在一起 黄昏的时候 其他的天鹅又都飞回来了 当太阳落下来以后 他们又恢复了原形 明天我们就要从这儿飞走 大概整整一年的时间里 我们不能够回到这儿来 不过我们不能就这么的离开你 你有勇气和我们一块儿去吗 我们的手臂既有足够的气力 抱着你走过森林 难道我们的翅膀就没有足够的气力 共同背着你越过大海吗 是的 把我一同带去吧 爱丽莎说 他们花了一整夜功夫 用柔软的柳枝皮和坚韧的芦苇 织成了一个又大又结实的网 爱丽莎在网里躺着 当太阳升起来 她的哥哥们又变成了野天鹅的时候 他们用嘴掀起这个网 于是 他们带着还在熟睡着的亲爱的妹妹 高高地向云层里飞去 阳光正射到她的脸上 因此 就有一只天鹅在她的上空飞 用她宽阔的翅膀来为她挡住太阳 当爱丽莎醒来的时候 他们已经离开陆地很远了 她以为自己仍然在做着梦 在她看来 被拖在海上高高地飞过天空 真是非常奇异 她身旁有一根结着美丽的熟浆果的枝条 和一束甜味的草根 这是那个最小的哥哥为她采来 并放到她身边的 她感谢地向她微笑 因为她已经认出这就是她 她在她的头上 用翅膀为她遮着太阳 他们飞得那么高 他们第一次发现下面扶着一条船 她看起来就像扶在水上的一只白色的海鸥 在他们的后面 总立着一大块乌云 这就是一座完整的山 爱丽莎在那上面 看到她自己和十一只天鹅倒映下来的影子 他们飞行的行列是非常庞大的 这好像是一幅图画 比他们从前看到的任何东西还要美丽 可是太阳越升越高 在他们后面的云块也越离越远了 那些浮动着的影像也消失了 他们整天像呼啸着的箭头一样 在空中向前飞 不过因为他们得带着妹妹同行 他们的速度比起平时来要低得多 天气变坏了 黄昏逼近了 爱丽莎怀着焦急的心情 看到太阳徐徐的下沉 然而 大海中那座孤独的礁石 至今还没有在眼前出现 她似乎觉得这些天鹅 现在正在以更大的气力来拍着翅膀 他们飞不快 完全是因为她的缘故 在太阳落下去以后 他们就得恢复人的原型 掉到海里淹死 这时 她在心的深处向我们的主祈祷了一番 但是她还是看不到任何礁石 大块乌云越逼越近 狂风预示着暴风雨就要到来 乌云结在一起 汹涌的 带有威胁性的狂涛在向前推进 像一大堆千块 闪电彻动起来 一会儿也不停 现在太阳已经接近海岸线了 爱丽莎的心颤抖起来 这时天鹅就向下级飞 飞得那么快 她相信自己一定会坠落下来 不过 他们马上就稳住了 太阳已经有一半沉到水里去 这时 她才第一次看到 她下面有一座小小的礁石 她看起来比冒出水面的海豹的头 大不了多少 太阳在很快的下沉 最后变得只有一颗星星那么大了 这时 她的脚就踏上坚实的陆地 太阳像纸烧过后的残雨的火星 一会儿就消失了 她看到她的哥哥们手挽着手站在她的周围 不过 除了紧够他们和她自己站着的空间之外 就再也没有多余的位置了 海涛打着这块礁石 像阵雨似的向他们袭来 天空不停地闪着燃烧的火焰 雷声一阵接着一阵地在隆隆作响 可是 兄妹们紧紧地手挽着手 同时唱起圣诗来 这使得他们得到安慰和勇气 在晨曦中 空气是纯洁和沉静的 太阳一出来的时候 天鹅们就带着爱丽莎 从这小岛上起飞 海浪仍然很汹涌 不过 当他们飞过高空以后 下边白色的泡沫 看起来就像浮在水上的 无数的天鹅 太阳升得更高了 爱丽莎看到前面 有一个多山的国度 浮在空中 那些山上盖着发光的冰层 在这地方的中间 耸立着一个 有两三里路长的宫殿 里面竖着一排一排 庄严的圆柱 在这下面展开一片 起伏不平的棕榈树林 和许多像水车轮 那么大的鲜艳的花朵 她问 这是不是她所要去的那个国度 但是天鹅们都摇着头 因为她看到的 只不过是仙女莫尔甘纳的 华丽的 永远变幻的云中宫殿罢了 他们不敢把凡人带进里面去 爱丽莎凝视着她 忽然间 山岳 森林和宫殿 都一起消失了 而代替他们的是 二十所壮丽的教堂 他们全都是一个样子 高塔 尖顶窗子 她在幻想中 以为听到了教堂风琴的声音 事实上 她所听到的是海的呼啸 现在快要飞进这些教堂 但是 他们都变成了一行帆船 浮在她的下面 她向下面望 那原来不过是 飘在水上的一层海物 的确 这是一连串的 无穷无尽的变换 她不得不看 但是 现在她已看到 她所要去的那个真正的国度 这儿有壮丽的青山 山木林 城市和王宫 在太阳还没有落下去以前 她早已落在一个大山洞的前面了 洞口生满了细嫩的绿色的藤蔓植物 看起来 很像锦绣的地毯 我们要看看 你今晚会在这儿做些什么梦 她最小的哥哥说 同时 把她的窝室指给她看 我希望梦见怎样才能把你们解救出来 她说 她的心中一直鲜明地存在着这样的想法 这使她热忱地向上帝祈祷 请求她的帮助 是的 就是在梦里 她也在不断地祈祷 于是 她觉得自己好像已经高高地飞到空中去了 飞到穆尔甘纳的那座云中宫殿去了 这位仙女来迎接她 她是非常美丽的 全身射出光辉 虽然如此 但她却像那个老太婆 那个老太婆曾经在森林里给她吃浆果 并且告诉她那些头戴金冠的天鹅的行踪 你的哥哥们可以得救的 她说 不过 你有勇气和毅力吗 海水比你细嫩的手要柔和得多 可是 她能把生硬的石头改变成别的形状 不过她没有痛的感觉 而你的手指就会感到痛的 她没有一颗心 因此她不会感到你所忍受的那种苦恼和痛处 请看我手中这些有刺的钱马 在你睡觉的那个洞子的周围 就长着许多这样的钱马 只有她 那些生在教堂墓地里的钱马 才能发生效力 请你记住这一点 你得采集它们 虽然它们可以把你的手烧得起泡 你得用脚把这些钱马踩碎 于是 你就可以得出马来 你可以把它搓成线 支出十一件长袖的披甲来 你把它们披到那十一只野天鹅的身上 那么 它们身上的魔力就可以解除 不过要记住 从你开始工作的那个时刻起 一直到你完成的时候止 即使这全部工作需要一年的光阴 你也不可以说一句话 你说出一个字 就会像一把锋利的短剑 刺激你哥哥的胸脯 它们的生命是悬在你的舌尖上的 请记住这一点 于是仙女让她把钱马摸了一下 她像燃烧着的火 爱丽莎一接触到她 就行转来了 天已经大亮 紧贴着她睡觉的这块地方 就有一根钱马 她跟她在梦中所见的是一样的 她跪在地上 感谢我们的主 随后 她就走出了山洞 开始工作 她用它柔嫩的手 拿着这些可怕的钱马 这植物是像火一样的刺人 她的手上和壁上烧出了许多炮来 不过 只要能救出亲爱的哥哥们 她乐意忍受这些苦痛 于是 她赤着脚 把每一根钱马踏碎 开始编织从中取出的绿色的马 当太阳下沉以后 她的哥哥们都回来了 她们看到她一句话也不讲 就非常惊恐起来 她们相信 这又是她们恶毒的后母 在耍什么心的妖术 不过 她们一看到她的手 就知道 她是在为他们而受难 那个最年轻的哥哥 这时就不禁哭起来 她的泪珠滴到的地方 她就不感到疼痛 连那些灼热的水泡也不见了 她整夜地在工作着 因为在亲爱的哥哥得救以前 她是不会休息的 第二天一整天 当天鹅飞走了以后 她一个人孤独地坐着 但是时间从来没有过得像现在这样快 一件披甲织完了 她马上又开始织第二件 这时 山间响起了一阵打猎的号角声 她害怕起来 声音越来越近 她听到猎狗的叫声 她惊慌地躲进山洞去 她把他采集到的和梳理好的钱马 扎成一小捆 自己在那上面坐着 在这同时 一只很大的猎狗从灌木里里跳出来 接着 第二只 第三只也跳了出来 他们狂吠着 跑转去 又跑了回来 不到几分钟的光景 猎人都到洞口来了 他们之中最好看的一位 就是这个国家的国王 他向爱丽莎走来 他从来没有看到过比他更美丽的姑娘 你怎样到这样的地方来了呢 可爱的孩子 他问 爱丽莎摇着头 她不敢讲话 因为这会影响到她哥哥们的得救和生命 她把她的手藏在围裙下面 使国王看不见她所受的痛苦 跟我一块来吧 她说 你不能老在这 假如你的善良能比得上你的美貌 我将使你穿起丝绸和天鹅绒的衣服 在你头上戴起精致的王冠 把我最华贵的宫殿送给你 作为你的家 于是他把他扶到马上 他哭起来 同时痛苦地扭着双手 可是国王说 我只是希望你得到幸福 有一天你会感谢我的 这样 他就在山间骑着马走了 他让他坐在他的前面 其余的猎人都在他们后面跟着 当太阳落下去的时候 他们面前出现了一座美丽的 有许多教堂和圆顶的都城 国王把他领进宫殿里去 这儿巨大的喷泉 在高阔的大理石器的厅堂里喷出泉水 这儿所有的墙壁和天花板上 都会着辉煌的壁画 但是他没有心情看这些东西 他流着眼泪感到悲哀 他让宫女们随意地在他身上 穿上宫廷的衣服 在他的发里插上一些珍珠 在他起了炮的手上 戴上精致的手套 他站在那儿盛装华服 美丽的绚人的眼睛 整个宫殿的人在他面前 都深深地弯下腰来 国王把他选为自己的新娘 虽然大主教一直在摇头 低声嘶语 说这位美丽的临终姑娘是一个巫婆 蒙住了大家的眼睛 迷住了国王的心 可是国王不理这些谣传 他叫人把音乐奏起来 把最华贵的酒席摆出来 他叫最美丽的宫女们 在他周围跳起舞来 爱丽莎被领着走过芬芳的花园 到华丽的大厅里去 可是他嘴唇上没有露出一丝笑容 眼睛里没有发出一点光彩 他们是悲愁的化身 现在国王推开旁边一间卧室的门 这就是他睡觉的地方 房间里装饰着贵重的绿色花毡 形状跟他住过的那个洞子完全一样 他抽出的那一捆钱麻 仍旧搁在地上 天花板下面悬着他已经织好了的那件披甲 这些东西是那些猎人作为稀奇的物件带回来的 你在这儿可以从梦中回到你的老家去 国王说 这是你在那忙着的工作 现在住在这华丽的环境里 你可以回忆一下那段过去的日子作为消遣吧 当艾丽莎看到这些心爱的物件的时候 她嘴上飘出一丝微笑 同时一阵红韵回到脸上 她想起了她要解救的哥哥 于是吻了一下国王的手 她把她抱得贴近她的心 同时命令所有的教堂敲起钟来宣布她举行婚礼 这位来自森林的美丽的雅姑娘 现在成了这个国家的王后 大主教在国王的耳边偷偷地讲了许多坏话 不过这些话并没有打动国王的心 婚礼终于举行了 大主教必须亲自把王冠带到她的头上 她以恶毒藐视的心情 把这个狭窄的茂姑紧紧地按到她的额上 使她感到痛楚 不过 她的心上还有一个更重的头骨 她为哥哥们而起得悲愁 肉体上的痛苦 她完全感觉不到 她的嘴是不说话的 因为她说出一个字 就可以使她的哥哥们丧失生命 不过 对于这位和善的美貌的 想尽一切方法要使她快乐的国王 她的眼睛露出一种深沉的爱情 她全心全意地爱她 而且 这爱情是一天一天地在增长 啊 她多么希望能够信任她 能够把自己的痛苦全部告诉她 然而她必须沉默 在沉默中完成她的工作 因此 夜里她就偷偷地从她身边走开 走到那间装饰得像山洞的小屋子里去 一件一件地支着披甲 不过 当她知道第七件的时候 她的麻用完了 她知道 教堂的墓地里生长着她所需要的钱麻 不过 她得亲自去采摘 可是 她怎样能够走到那儿去呢 啊 比起我心里所要忍受的痛苦来 我手上的一点痛楚又算得什么呢 她想 我得去冒一下血 我们的主不会不帮助我的 她怀着恐惧的心情 好像正在计划做一桩罪恶的事儿似的 偷偷地在这月明的夜里走到花园里去 她走过长长的林荫夹道 穿过无人的街路 一直到教堂的墓地里去 她看到一群吸血鬼 围成一个小圈 坐在一块宽大的墓室上 这些奇丑的怪物脱掉了破烂衣服 好像要去洗澡似的 她们把又长又细的手指挖进心埋的坟里 拖出尸体 然后吃掉这些人肉 爱丽莎不得不紧紧地走过她们的身旁 她们用可怕的眼睛死死地叮住她 但是 她念着祷告 采集着那些刺手的钱麻 最后 她把钱麻带回到宫里去 只有一个人看见了她 那位大主教 当别人正在睡觉的时候 她却起来了 她所猜想的事情 现在完全得到了证实 这位王后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王后 她是一个巫婆 因此 她迷住了国王和全国的人民 她在忏悔事里 把她所看到的和疑虑的事情都告诉了国王 当这些苛刻的字句 从她的舌尖上流露出来的时候 众神的雕像都摇起头来 好像想要说 事实完全不是这样 爱丽莎是没有罪的 不过 大主教对此做了另一种解释 她认为神仙们看到她犯罪 因此对她的罪孽摇头 这时 两行沉重的眼泪沿着国王的双颊流了下来 她怀着一颗疑虑的心回到家里去 她在夜里假装睡着了 可是 她的双眼一点睡意也没有 她看到爱丽莎怎样爬起来 她每天晚上都这样做 每一次 她总是在后面跟着她 看见她怎样走到她那个单独的小房间里不见了 她的面孔显得一天比一天阴暗起来 爱丽莎注意到这情形 可是 她不懂得其中的道理 但这使她不安起来 而同时 她心中还要为她的哥哥们忍受着痛苦 她的眼泪滴到她王后的天鹅绒和紫色的衣服上面 这些泪珠停在那儿像发亮的钻石 凡是看到这种豪华富贵的情形的人 也一定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王后 在此期间 她的工作差不多快要完成 只缺一件批假药枝 可是她再也没有麻了 连一根钱麻也没有 因此 她得到教堂的目的里最后去一趟 再去采几把钱麻来 她一想到这孤寂的路途和那些可怕的吸血鬼 就不禁害怕起来 可是她的意志是坚定的 正如她对我们的上帝信任一样 爱丽莎去了 但是国王和大主教却跟在她后面 他们看到她穿过铁格子门到教堂的墓地里不见了 当他们走近时 墓室上正坐着那群吸血鬼 样子跟爱丽莎所看见的完全一样 国王马上就把身子转过去 因为他认为 他也是他们中的医院 这天晚上 他还把头在他的怀里躺过 让众人来审判他吧 众人裁判了他 应该用通宏的火把烧死他 人们把他从华丽的深宫大殿 带到一个阴室的地窖里去 这儿风从隔子传呼呼地吹进来 人们不再让他穿起天鹅绒和丝织的衣服 却给他一捆他自己采集来的钱马 他可以把头枕在这钱马上面 把他亲手织的粗硬的披甲当作披盖 不过 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比这更能使他惊喜的了 他继续工作着 同时向上帝祈祷 在外面 街上的孩子们唱着讥笑他的歌曲 没有任何人说一句好话来安慰他 在黄昏的时候 有一只天鹅的拍赤声在隔子窗外响起来 这是他最小的哥哥 他现在找到了妹妹 他快乐得不禁高盛乌业起来 虽然他知道 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晚活着了 但是 他的工作也只差一点就要完成了 而且他的哥哥们也已经到场 现在大主教也来了 和他一起度过这最后的时刻 因为他答应过国王要怎么办 不过 他摇着头 用眼光和表情请求他离去 因为在这最后一晚 他必须完成他的工作 否则 他全部的努力 他的一切 他的眼泪 他的痛苦 他的失眠之夜 都会变成徒劳 大主教对他说了些恶意的话 终于离去了 不过 可怜的爱丽莎知道自己是无罪的 他继续做他的工作 小耗子在地上忙来忙去 把钱麻拖到他的脚前来 多少帮他做点事 画眉鸟漆在窗子的铁栏杆上 整夜对他唱最好听的歌 使他不失去勇气 天还没有大亮 太阳还有一个钟头才出来 这时 他的十一位哥哥站在皇宫的门口 要求进去朝见国王 人们回答他们说 这事不能照办 因为现在还是夜里 国王正在睡觉 不能把他叫醒 他们恳求着 他们威胁着 最后警卫来了 是的 连国王也亲自走出来了 他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时候 太阳出来了 那些兄弟们忽然不见了 只剩下十一只白天鹅 在王宫上空盘旋 所有的市民像潮水似的从城门口向外奔去 要看看这个巫婆被火烧死 一匹又老又瘦的马 拖着一辆球车 他就坐在里面 人们已经给他穿上了一件粗布的衣服 他可爱的头发 在他美丽的头上 蓬松地飘着 他的两颊像死一样 没有血色 嘴唇在微微地颤动 手指在忙着编织绿色的前麻 他就是在死亡的路途上 也不中断已经开始了的工作 他的脚旁放着十件披甲 现在 他正在完成第十一件 众人都在笑骂他 瞧这个巫婆吧 瞧他又在难难念什么东西 他手中并没有盛世级 不 他还在忙着弄他那可赠的妖物 把他从他手中夺过来 撕成一千块碎片吧 大家都向他拥过去 要把他手中的东西撕成碎片 这时 有十一只白天鹅飞过来 落到车上 围着他站着 拍着宽大的翅膀 于是 众人都惊恐地退到两边 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一个信号 他一定是无罪的 许多人互相私语着 但是 他们不敢大声地说出来 这时 刽子手紧紧地抓住他的手 他急忙把这十一件衣服 抛向天鹅 马上 十一个美丽的王子就出现了 可是 最年幼的那位王子 还留着一只天鹅的翅膀作为手臂 这是因为他的那件披甲还缺少一只袖子 他还没有完全知好 现在我可以开口讲话了 他说 我是无罪的 众人看见这件事情 就不禁在他面前弯下腰来 好像是在一位圣徒面前一样 可是 他倒在他哥哥们的怀里 失掉了知觉 因为激动 焦虑 痛处 都一起涌到他心上来了 是的 他是无罪的 最年长的那个哥哥说 他现在把一切经过都讲出来了 当他说话的时候 有一阵香气在徐徐的散发开来 好像有几百朵玫瑰花正在开放 因为柴火堆上的每根木头 都已经生了根 冒出了枝子 现在 树在这儿了 是一道香气扑鼻的篱笆 又高又大 长满了红色的玫瑰 在这上面 一朵又白又亮的鲜花 射出光辉 像一颗星星 国王摘下这朵花 把它插在爱丽莎的胸前 他苏醒过来 心中有一种和平与幸福的感觉 所有教堂的钟都自动的响起来了 鸟儿成群结队的飞来 回到宫里去的这个新婚的行列 的确是从前任何王国都没有看到过的 感觉 钳 allegiance